大家好,我是阿胖 像炸铜蒿这样的素丸子等 最怕用一堆复杂步骤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做法 做出来松软好吃 颜色又翠绿,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先准备适量铜蒿 切成末 铜蒿被誉为皇帝菜 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菜 又是这个季节的时令菜 多吃一点铜蒿好处多多 切成末后 把它放入大盆里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用擦丝器上比较细的孔 直接擦成细丝 然后用刀再把它剁得碎一点 剁碎后 和铜蒿放一起 再向里面加入一点葱末 然后加入一小勺食用碱 加碱可以使炸出的素丸子 蓬松,暄软 还能使颜色保持碧绿 起到一个固色作用 搅拌均匀后 再根据个人盐味大小 加入食用盐 一小勺姜粉 一小勺食三香 接着再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加入一把虾皮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先让铜蒿放在那里 腌上20分钟 腌出里面的水分 水分出来后 我们向里面分次少量 加入中筋面粉 也就是普通面粉 面粉也不用加太多 只要让铜蒿能够爆成团 不散开 这样就行了 搅拌好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比较粘稠 能够爆成团 然后在虎口处挤出来 像泡蛋一样 一个一个圆溜溜的小丸子 就出来了 取出铁锅 往里面倒入花生油 炸东西用花生油会更好 用筷子开始测油温 烧到筷子周围 有剧烈的气泡出现 七成热的油温 我们转成小火 再慢慢的下入丸子 炸粟丸子千万不要开大火 要用小火慢慢炸 这样炸的颜色翠绿 还蓬松轩软 不吸油 炸至定型时 再用筷子拨动拨动翻面 让其受热均匀 酥丸子因为都是蔬菜 这样很容易熟 所以我们不用炸时间太长 差不多四分钟左右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来 如果喜欢更酥脆的 还可以升高油温 再复炸一次 酥丸子像我这样炸 不用复杂步骤 炸出来 蓬松 轩软 好吃 而且颜色翠绿 不发黑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谢谢您的观看